另外性别人权协会今天也公布了 他们选出的十大违反性权事件 排名第一的也是台大艾滋弃捐 引发社会的恐慌 另外性交易专区没着落 导致全国现在变成仓嫖兜伐 排名第二 而第三名则是同治教育的课程 最后并没有被放进国中小的教育课程里面 被批评是多元价值遭到打压 今年八月台大误把艾滋感染者的器官 移植给五个病患 后续也引发一连串要求健保卡 注绩艾滋的风波 这起事件被性别人权协会 列为今年十大违反性权的第一名 排名第二的是社维法三读通过 虽然政府口口声声说性交易要除罪化 在性专区从事性交易 仓嫖都不罚 但目前没有地方愿意设专区 导致除罪化不成 反倒仓嫖都罚 另外第三名的是原本教育部打算 在国中国小性别平等教育当中 纳入同治教育 结果遭到珍爱联盟发起联署反对 同治团体忧心多元价值遭到打压 校园内的同治将更难生存 教育部后来也让步 整个同治教育其实就停摆 而这个干预教育内涵的这种做法 我们觉得是对台湾教育当中 多元价值的一个很大的隐忧 另外还有之前国民党立委邱毅爆料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嘉全的妻子 红横珠去看猛男秀 苏嘉全马上道歉 另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及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罗书雷的性倾向 在选举期间也拿来被炒作 分别也在十大违反性权上榜上有名 性权团体非常遗憾 性别及性倾向至今仍不断被当作攻击的工具 记者是跟此沈志明台北报道